看王院長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擔任國會的議長 這個適不適合 在制度上我這個覺得這個是有真理 我認為應該是區域立法委員 經過民意的洗禮擔任國會議長 然後運作的時候超出黨派的運作 而不是政黨代表 這個在整個國會的運作會更合理一定 那第二點就是國民黨修改內歸 為王近平修改 假如剛剛邱義雄所提到的 這個我的看法 就站在政黨競爭的一個立場 這個無所謂 這個要連任三屆四屆 只要說對黨國有貢獻 這個是國民黨的家務事 這個我沒有意見 但是呢 這個假如剛剛中信雄所提到的說 這個王近平已經確定 要續任立法委員的院長 這個代表說 這個王近平院長 這個跟副總統是沒有希望 那假如馬英九總統的一個佈局 已經排除掉王近平院長 那大概剩下幾個人是有可能的 我認為大家不要忽略一個叫做 廖廖以現在國民黨秘書長這個角色 因為他是中部派系的一個大佬 他在調和鼎賴 或者在處理一些政黨協調的這個能力 我看現在在國民黨的一個人員不會在無敦一院長之下 所以除了無敦一院長之外 我認為是一批黑嘛 那假如說國民黨的黨內的副總統的一個競爭去白的話 因為像我昨天在高雄市跑團 就有這個支持這個無敦一的這一些立法委員 或民意代表已經在幫他鋪路 走到哪裡 這個講到說到底這個這幾年的經濟發展狀況 他幾乎大部分的時間都歸功於吳敦一 而不是歸功於馬鞏九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是有一批人 這個在開始幫無敦一院長造勢公屋 所以我的判斷搞不好到最後真的是擺不平的一個情況之下 可能又回到說選擇宵案堂 因為畢竟還是沒有爭議的一個選擇 所以很難講說到底是什麼 不過現在可以看得出來是說 我想吳敦一這個王建平院長 畢竟在馬鞏九的一個眼光裡面 畢竟沒有獲得關愛的一個眼神 我透了一段歷史公案 尤其的蔣介石